大家好 各位朋友 我們先去社會民主聯繫 今天在這裏提示 提醒大家出席的是這個七一隻大油蟹 回歸十四年 大家都忍耐 現在主要民主人員那方面是沒有改善的 我們不要說它倒退 但是民生有沒有改善 我們的民生過去回歸十四年 有沒有改善 大家萬一問自己這個問題 這個荷包你有沒有覺得是很少錢 甚至有錢都很難以為何 為甚麼 大家問為甚麼 根據說 地產霸佈 官商勾結業嚴重 世界地產雙用詳實 心動機 痕跡 擁住香港所有的地產之外 他們亦都是擁有我們的行政 中電 廣燈 我們用的手提電話 我們的電話電話 我們的電話電話 我們的巴士公司 全部都是大財 全都是商家所擁有的 有人說香港 以前就是我們那些冒典家的狼狼 只要走來香港 肯捱 肯駁 香港 經常走來台善 生活質素 Sorry 做不起 今天已經存在了 你看看 我們這件事 全部都是大財團 但是商家是所擁斷 不要說我們日常生活需要的東西 是擁斷了 是給你大財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國民主制度會做監察 我們立法會上的一部的議席 是由你選舉產生的人 大部份的議席是少許選舉 少了幾百個人 多了幾千個 這些人不會為了你的利益 不會為了你的意願 反映在私情系統裡 我們的特首又如何選出來 現在只有八百人選出來 曾蔭平以為形象好少少 但另一個人要受制於大財團和商家 可能如果說有政改方案 加上去撤議人 但有沒有你份 有沒有我利份 所以我們要求一個普選的行政長 這個制度 希望能夠是好在民生 我們更加要透過一個民生的 一個改善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改善我們自己的生活質素 所以我們在這裏 上了民主年始 歡迎大家參加 未來的 就是一號的大財團 本來本歸十四年 大家都忍受 大家面對今時今日的生命運動 大家去看河邦上去看看就知道 你會發覺 是越來越來越來越快 因為河邦越來越少傳 我們的樓 河屋越來越貴 同一生的精力都未必能夠公起一千元 即使我們打租最少一幾千元 到達成萬元 都會這樣 我們這個醫療 以前我們說我們進去看醫生不用付錢 現在不用付錢 現在急性實力是一百元 如果你有寵定的話 我們更加要選一些藥物評判 一生就叫你 這個叫好點 不過就不賺 我們的教育 最近是講國民教育的文化 這叫洗腦的教育 如果一個國家真正有追劍的話 實不見到國 你和聽到國歌 大家會贖全體制 只要你真正的大國民 只要你真正的能夠追劍人權的話 誰不對你贖全體制 但如果這個國民教育的方法 就是我們洗腦 你的下一台本船 各位市民各位朋友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呼籲大家 出席未來的新一大陸 未來的新一大陸 三點鐘 請多利亞公園